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一位还在犹豫之中不能自己 都是为了那最新鲜的郡子 一会会专门还有一个神秘人教我们 这个必须得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 对 全方位打字幕 口气同志 我们一会要戴防毒面具吗 那也不至于 但是我跟你说不要乱摸我 可以乱摸我 但是你别摸我 你们不是说好一起同甘共毒的吗 让我看见漂亮的就很像 因为它看着很好 不要让你尝尝 吃生 踩骏子前首先要注意的 第一个tip 别乱摸 看来是要做好十足的准备了 今天我们就看一看我们这群人里边 谁是今天第一个捡到郡子的人 他就好运一年 我们就把捡的这个郡子空运给大家 我们就把捡的这个郡子空运给大家 我们就要赌一把 又要赌一把吗 赌一把 观众说丑绪 别别别 大目一定要打 我不要啊 我不要 此刻大目要打 我不要 赌王还是赌王 上山间分晓 兵哥为了保存大家的体力 一路开到山腰 这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没想到是开上来的 没有 我觉得兵哥也不能对我太不好啊 这下算是省了某人 对于彩骏子的担忧了 抵达山腰 下车 迎接新的神秘人 介绍一下我们的张娘 张娘我们也叫娘 在彩骏大拿的代理下 一行人翻过小坡 步入树林 正式开始采摘 大家一头扎进木林 剑步如飞 眼观八方 似乎没有收获 我一个说实话 我自己一个没看见 继续找 没那么容易放弃 你得有经验 因为他们不是说第一年来这儿采 找理由还不如找对方法 阿姨说找到松树 我们首先第一步找到松树 找到松树观察底下的松毛 松毛微微鼓起来的地方 里边就可能有这种鼓 有了技巧 似乎有了眉目 没有 走吧 老师我累了我已经 那是我不相信 我找到了 可赌王似乎没法轻易放弃赌局 小海你现在装聪明 他照不离了 好吃饭吧 走吃菌 吃菌子去吧 而就在即将放弃的这一瞬间 终于有所发现了 这是什么菌呢 这是那个松树底下 我们来了以后就发现了 你看 刚才你碰到灭色了 你看 它箭手青 箭手青 这是箭手青 你看 不挖则矣 一挖惊人 竟然是珍贵而有独王之称的 箭手青 而这看似辛苦收获的喜悦背后 事实是 过来谢谢 快快跑过去 又是人家给你找到 来来来 看来采野生菌这件事 靠自己确实是有难度 不过能沉浸于山野采菌 即使收获的不是自己发现的菌子 更能收获的是 这个两个 这个怎么那么大 这个好看 这个怎么那么大 这个好大 这个怎么 体验过程中的乐趣 这两个 很王 快快快 我的天哪 太大了 都没有见过这个 我给我也教育他 意外的发现 掀起众人的喜悦 这个怎么那么大 而另一边喜不担心 这是我找到的 这真是我找到的 这真是我找到的 乐乐全部被控制 我们今天任务就完成了 好 恭喜 我的天 虽然它很丑 但是它不容易 它长得一看就很有味道 没想到一直惧怕 上山采菌的齐女士 竟然采摘成功 我觉得因为它是吃的东西 有点动力 所以我拼了 为了一会儿吃那举子呀 我也得拼了 看来这便是 吃货的精神 我跟你说 我这裤子上面这个洞 越丝越大 越丝越大 我今天回去没什么都可以 搅上坟酷穿了 看好了 而小小师妹小韩 依旧如苦行僧一样坚持着 还记得最开始的她 阿姨你快告诉我 秘诀 想借他人之力 妥协自己的她 好 吃饭吧 走 吃卷 吃卷子去吧 再看此刻 你看这两个个头 真的很大 你看这个 我现在不能接受提示了 我们自己发卷 然后咱俩一起发卷 先找一棵松树 这是一棵松树 这个久久留恋 弃而不舍的她 越靠近自然 越能激发出 人最本真的一面 小师你要干嘛 我翻眼了 我喜欢 其实我这只能野一点 齐女士竟然也爬起了山 她可以 她就是猴子 确定了 无论做什么 都因发自内心 而理所当然 和充满能量 你仔细看一看 面前的这片山 就是这片山 给了云南人很多这种 大自然的愧疚 对 虽然我们今天自己没摘多少 但是我们学了一点点小积蓄还是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要 要敢在这三个月来云南吃 第一个 找它真的很难很麻烦 这个弥足珍贵 然后因为它都是很天然的东西 所以野生菌的价钱贵 它除了大自然的馈赠 再一个就是当地人的勤劳 真的 然后因为我们是来体验的嘛 人家真正采菌的人 凌晨三点 凌晨三四点 三四点钟 天没亮就要起 带一个灯 然后就到这个山里边找这个 松木之间 有农人辛勤劳作着 群山之巅 也有旅人 带着欢笑 过客人间 不见凤迪南晚餐 我们在迷途海浅赛 在这崇山叠仗的大理迷途 充实的两天 被冬道主兵阁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我们要去兵阁大了 要看大生命 对 有军的内部为什么要打路呢 深入体验 跟兵哥在一起就是玩业的 这下终于要去到大理王子的家了 那就收紧出刚刚采摘好的骏子 这个塞纸条特别备注的 那个25分钟时间手机 那个被特别标记 熊哥你今天晚上做饭是吧 你昨天还给人家 这个熊哥你 命交给你了啊 没事 谨慎啊 准备好被冬道主们继续招待吧 特别就不要让你们抓小人去的 每一个都有备注 这个是抓二十分钟 妈你今天小心了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而就众人想着下一顿郡子的时候 这两个影像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怎么回事意外之喜 这种经历可以有啊可以有 原来宾哥又给大家安排了意外的饭前小吃 这个路途有点遥远 给我们中间加了一餐 我们要去吃两米线了 哎呀 就这样 一行人跟随宾哥的步伐 在古朴老旧的街巷里 仿佛是要来寻找 开了十几二十年啊 十几二十年最好吃的一家两米线 自己曾经那份记忆中的味道 啊好香啊 我们要七碗两米线 好 再见 果然自己也忍不住了 这样一家老店紧缩一碗两米线 满满的肉酥 你看我们吃了很多种米线 东华米线我们在昆明吃了 它这个料真的特别多 就感觉特别香 赶紧拌完了吃 油滋滋的肉燥 提鲜的味精 配上爽口刺激的辣子酱 撒上干香脆爽的花生粒和葱花 一碗小小的米线 拥有丰富层次的口感 而且它这个上面是那种满的料啊 它里边是那个汁 它底下有那个酱汁 看一看 大汤主菜咱们有一特点 他们那边都很喜欢放韭菜 我们那边烧烤也是有韭菜 然后里面也有韭菜 这个也有韭菜 然后咱们昨天吃了夜宵里边那个 也有韭菜 又见云南人酷爱的韭菜 它不仅促进消化 还起到非常关键的提味的作用 将所有的食材和酱汁一同搅拌 累了一上午的两位 便瞬间沉浸在这大碗的滋味里了 这个特别适合夏天吃 因为是酸的 酸甜口 米线因为酸爽而更加爽滑入口 这是目前我们吃的最粗的米线 而且这个米线特别韧 特别有嚼头 你知道多嚼两口可能才能嚼断 它不是硬 它就是韧 粗弹的米线韧劲十足 弹牙而又嚼头 然后很滑很凉 宝鸡那个米线它是细的 有点类似于米粉 它是焦麻口味的 它这个是有点酸甜口味的 对 它有点像那个大拌菜 然后里边你能尝到 有一点点那个香油味 酸爽中带着淡淡油香 层次感立刻显现出来 对 因为它之前有那扫子 加上它下面那个汁 这个米粉就很容易挂味 不然那米粉这么粗 这个不容易有味 这个就很有滋味 酸香 这边的辣椒干香 干辣 这不是那种油脂辣的油香 然后多了一层那种干的 胡辣香气 宾哥说里面 它加了自己店里面熬的 那个糖浆 对 因为它这是酸甜口的 它那个甜的 不是只给那些甜 芝麻香混合特熬的糖浆 给香辣酸爽的米线 刷上了一层独特的甜味 经过一道加工的那种甜味 它是比较醇厚的那种糖味 跟大家说这个甜 一定要配上辣 甜辣酸辣 然后这个味道会更好 夏日午后来上一碗 这样酸甜辣杂柔的特色凉米线 凉的是格外的爽口 而且因为米线它凉了以后 在凉的这个醋汤里边泡着 它那个米线会变得更有弹性 就适合干完火以后 这么热 一身汗 然后马上吃着能凉一凉 冰哥深得我们心 冰哥带我们吃的 果然当地人还是会吃的 对吧 带我们吃的都是本地很有特色的 老店 咱们的鸡 喝你们的口味吗 很好吃 我跟你说这次冰哥啊 从北京回来 第一是带我们玩 第二是自己也有私心 因为她自己也很想 回来失去这儿的味道 对对对 自己也很想念 来着都是你自己喜欢吃的鸣吧 回家的味道当然得好好品尝 四层 这个是冰哥家 这是我吗 阿姨好 阿姨好 还想说姐姐这种意思 姐姐好 好 金哥 金哥 是不是好 是不是好 阿姨 典雅的青瓦门楼 透露出紫气东来的气息 不愧大吕王府了 这真的是王府 王府了 这王府了是吧 对 这真是 你看看郑宅 天呐 郑宅二字的牌匾 彰显着气派 哎呦 这是民宿吧 我们这个鞋很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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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从山上下来 没关系 走吧 不知不觉的 开始讲究起来 我帮你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今天的大厨 这是我姨妈 大厨 你好 你妈好 欢迎你 你们来到这儿家人 坐坐坐 请坐 欢迎你们来到你 谢谢姨妈 真好 嫂子你姑娘 对对对 那我们的家叫直面是不是 对 这是我们的直面 但是你给你家这个 家大业大呀 哎呀 别说人家 我要你我就不回北京 是啊 就在这住了 凡尔赛的大理王子 算是坐实了 你有两个儿子能缺不缺女儿 我们可以留下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 你不要 可以 你不要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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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就是说家里做的饭 哈哈哈哈 我们待会儿帮着忙 对 咱们下手 不要不要不要 姨妈看我们帮帮忙 你知道吧 我妈是非常有名的大厨 还有我妈也是 因为他们今天都是开餐 真的 好 很有 很有 但是现在已经下岗了 也没有了 可以再就业 现在已经不开了 现在我们下岗他上岗了 哈哈 一会儿那菌子营养的 营养的心 没有 这是见小青是不是 对 天天都懒了 对 你按他这地步 好 洗好刚采摘的菌子 切片等待上锅 有就为了吃这个菌子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的 这样就是有一种 一家人都在自己动手吃饭的感觉 一大家子齐心协力 轮番上阵 郡子配上各式的蘸料 背起一大桌各样涮菜 成就了这锅热气腾腾的 下锅王姐 叔叔快入席 我们就等你开饭了 上锅 我们就是来家里吃饭了 前两天吃的那些菌子 都是分开单独炒的 炒的鸡油粽啊 炒的牛干菌啊 但这一次很奢侈 我们把所有的菌子 都用一口鸡汤给吊着 全都煮在里边 哇 每一片野生菌 都吸满了鸡汤浓郁的香气 很好喝 因为除了它鸡汤跟菌的味 它放了那个辣椒跟麻椒 就要那个口味上面更刺激 它已经分不出来哪种是哪种菇了 但是它的那种鲜 就凝聚成了一锅里面 热油干编了鲜辣椒 花椒 八角等佐料后 温补的菌子汤熬煮出略微刺激而咸香的鸡油滋味 一桌人团作 涮煮最常见的蔬菜 却品尝家中最鲜美的味道 你给我炒的箭手清 我要炒的 叔叔先炒 哎 哈哈哈哈 一次次在成功 与失败中沉沦的小韩在迷肚 你要炒金人轻啊 嗯 又忍不住下厨了 叔叔吃了一锅 好吃好吃 叔叔没嚼 好吃好吃 这也在姨妈的指导下我玩 很好吃 很好吃 碗 很好吃 很好吃 干了 嗯 干了 好吃 看来这一次要真正西托冤屈了 在这紫棋东来的宅院里 这是一场美食的团聚 也是一场欢乐的盛宴 一二一走 更是一次不舍离别的遇见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我们都愿意多多几天 我们到去住下吧 走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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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挥手带走迷肚的云彩 再次启程 去向迷离的远方 出现不迷幻幻幻 我们要去大理了 大理的夜幕降至 一天即将安息 一天即将安息 太丑了 我都不配来大理 我真的很累 你真的像草离都市了 你以为你不是吗 真正的大理夜幕 期待我的变身吗 是躁动的 是躁动的开始 这位女子又一次踏风而来 向躁动 进发 通往星球的路是如此领利 你跨过这条宇宙之门 你就到达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 可以吧 点上大理的酒 带上放肆的舞 在夜中 一醉 下雨了 我们是不是一样 跳一支舞 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吃了满满寒草的剑手机 来到大理仿佛一切都淡忘了 一切都简单了 只有舞蹈 灯火 歌谣环绕着 有维俠魏梦有一年去的走 五岁未有名乡 随便都可以 有维俠魏梦一切都成功 有维俠魏梦一切都可以 有维俠魏梦一切都得可 这是怎么回事 我有点就是五点多了 虽然太普通了 我们今天要去给大家看那个东西 我们还是说到做到 为了坚守吃货的操守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要大早上起来 我们不睡觉 要到一个根本不知道的地方 去看一个很野的东西 像那一部分餐厅会有这个菜 但是你可能不会关注 甚至不会去点 究竟是什么呢 请听下回分解 谢谢观看 咱们在这里 参加了这么多程 咱们在这里 已经这么多了 咱们这三个盆头